照片裡男童從縣長手中接過表揚證書 他是活想中身亡的弟弟 在學校因為有愛、友善同學或師長肯定 一場火警奪走寶貴性命 聽到孩子發生憾事 媽媽趕到民宅不發一語 據了解爸爸跟媽媽已經離婚 一家人沒有同住在一起 民眾說阿公跟阿嬤是做外匯生意 3號中午粽子包到一半發生火警 鄰居聽到孩子們罹難不敢置信 鄰居感嘆孩子們生前很懂事 很乖巧 見到長輩都會打招呼 對三個孩子都留下好印象 附近居民說 爺爺從地震事務所退休 做起外匯跟便當的生意 剛好前一陣子遇上選舉期間 生意好 阿公跟阿嬤忙著養家 爸爸沒有正當職業 兩老撫養三個孫子女長大 鄰居眼中 長輩很拼 孩子很乖巧 沒想到一場火警 造成憾事 TVBS新聞 謝古金 蘇探雲 許又翔 苗立場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